哈喽大家好 我是摄影师傅风风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期 在netroom中快速调出欧美小新兴风格 希望大家能喜欢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按钮 请素质三连 谢谢大家 下回我们开始吧 好 我们打开netroom 我们打开我们要调色的照片 好 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当时用长焦拍摄的一个立光照片 因为当时的光线还是比较强 不是接近于5点钟左右的最佳立光光线 好 下面我们就调出 我已经调完的这种欧美小新兴风格 好 下面我们开始 我们按住前面上的快捷键 Shift价 选择我们调完的照片作为对比 我们把它拖到左边 这边是参考 这边是我们要调的照片 好 我们分析了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看上去很平淡 光线看上去不是很唯美的感觉 然后我们调完之后的照片 的人物后方给人一种很温暖的黄昏的感觉 好 下面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按住界面上的M 建立一个界面滤镜 然后我们从上往下拉 然后我们按下O 看一下选区范围 选中后面的背景就行 然后我们按下O 然后我们把室温拉到最大 曝光度稍微拉一点点 然后我们拉一点点对比 这一步渐变滤镜的效果感觉不够 我们现在复制一下 我们按住界面上的快捷键 Ctrl就要Watt 然后拖动这个滑块 然后就会复制一层 我们按一下界面上O 看一下这个选区范围 但是这一层的效果有点强 我们把这一层的效果削弱一点 我们把色温稍微拉回来一点点 然后对比度拉回来一点点 曝光度我们加到0.2 加一点点就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地面部分 地面部分因为光显很强 地面部分已经曝光过度了 所以说我们用画笔工具 把地面部分擦回来 我们按一下界面上的K键 画出地面部分的选区 我们按一下界面上O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选区 这里一定要选为自动蒙版 因为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擦到人物的部分 好我们再按一下界面上O 隐藏这个画笔的区域 然后我们把这个地面部分的高光 往下压一下 高光白色 曝光度也往下压一点 按一下O 然后看一下选区 边缘处再擦一下 然后我们把人物的皮肤调亮一些 然后我们按下界面上的K 然后选中人物的皮肤 对人物的皮肤进行画画 选中人物的皮肤部分 按一下界面上的O 然后再按一下O隐藏一下 提亮一下人物的肤色 好到这一步我们已经大功告成 我们看一下圆图 跟我们调完之后的照片对比 这是圆图 这是调完之后的照片 这是圆图 这是调完之后的照片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希望大家能喜欢 并关注点赞加收藏 好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